世界十大恐怖之城 出发 因为我这个车实在太打眼了 今天就住老乡的车区 白沙瓦是一个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交界的小镇 现在形势还蛮严峻的 已经明文规定 中国人不能在里面住宿还有过夜 而且形势还要非常的低调 不能引起当地工作人员的注意 不然他会一直跟在你身后 度处你赶紧离开赶紧离开赶紧离开 那毕竟是一个法外之地 还有能手挫AK的地方 到白沙瓦了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集市 人非常的多 想要买什么都买得到 线路跟房都是非常的破旧 我们进小巷子看一下 进这边小巷子后看到的 都很像我们几十年前那些老房子一样 你好 你好 不理我 头一次看到垃圾车还用马拉的 穿过巷子后就会到裁缝一条街 这边感觉手艺都做的蛮好的 我以为戴头巷已经很保守了 还有把脸全捂住的 随处可见的AK 这太离谱了 带着三把AK收点费 您第一个小巷子 如何好你 好吗 您好吗 好吗 您对我们来实现 中国 Pakistan 我爱巴基斯坦 我爱巴基斯坦 我看你 官侯啊 文明官侯 文明官侯 我看你 我看你 pitch up pitch u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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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tch up 文明官侯 好 好 这边主打一个敢做一个敢在 真猛 被当地警察抓到了 这边不让我乱走 OK 谢谢 现在他们在查识我的身份 然后警察一路护送我们出去 那 火烧云跟月亮同框 我还是头一款箭了 又多火了一天真好 很可惜没办法给大家分享走出AKRPG的画面了 因为如果我不删干净 我都没办法从牢里面出来 只能给大家形容 那边的枪械制造 就跟我们地里面的大排菜一样 随便造 随便放 随便卖 满大街都是 你停下来别人问你 要不要 要不要这个 你要什么样的行 RPG给你能整得到 加特林都可以 巨夸张 你要是问他们有没有打火机 可能没有 但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枪 人真机吧 唉 但愿世界可平